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乳胶 关键镊子 颜值笔 颜值看起来像彩虹一样 好漂亮呀 那它跟平时我们看到的颜值有什么区别呢 把颜值随着手指卷一下 嗯 很柔软的把手指卷起来了 而卡纸卷起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硬硬的杠杠 在卷起来的时候不容易塑形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神奇的颜值可以做出怎样的造型吧 先准备好一张跟安全剪刀差不多大小的白纸 然后拿出颜值笔 颜值笔中间有一个凹槽 这可大有用处呢 先把颜值一端塞进凹槽里边 然后往里卷起来 非常方便 卷到后边的时候用白乳胶粘好 然后把它从颜值笔里拔出来 瞧 我们做好了一个圆形的颜值卷了 做第二个造型的时候也是先卷起来 但是这个卷到最后的时候先不要涂上浇水哟 我们可以把它松开一些 松得差不多的时候 左手两个手指轻轻地用力把边边捏一下 右边的手可不要用力哦 这样我们就能做出一个水滴形状的颜值图案了 而当我们松开颜值 左右手手指一起用力捏紧的时候 就可以做出一个眼睛形状的颜值了呢 最后的时候别忘了涂上白乳胶哦 现在我们尝试两端的颜值分开卷 先把颜值对称折一下 拿出一端开始往外卷 卷得差不多到中间的时候松开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颜头形状的颜值了 现在老师要做一个难度高一些的 把颜值卷好松开以后 手指往中心的圆形顶进去 瞧 叶子的形状就出来了呢 在水滴形的基础上面呢 双手用力捏紧两边 三角形的颜值造型也完成了 如果我们把卷好松开的纸 手指用力往中间顶进去的话 就可以做出一个月牙的形状了 在一个眼睛形状颜值的基础上 在对称的两边捏一下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正方形的颜值形状了哟 要是我们用食指把一端用力捏一下 再按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弯曲形状的颜值图形了呢 哦 还有呢 刚才我们在做羊角形状的时候是向外卷的 如果往里卷就是一个新型的颜值图形了 好了 现在我们学会了颜值的基础的造型了呢 可以做些什么呢 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哎 如果是在海里边 海里边有水母 螃蟹 又或者是我们土地上的一些小昆虫 蚂蚁 蝴蝶 蜜蜂 还有一些小动物 兔子 狐狸 熊猫 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呢 这次的话 优老师想要做河里边的鲸鱼 那我们先分析一下鲸鱼的一些结构吧 鲸鱼是由鱼头 鱼身 鱼鳍和鱼尾组成的 颜色有白色 橙色和黑色 那优老师就选择了这几种颜色创作 还准备了一张剪刀大小的白纸呢 首先要做出鱼的头部 因为老师要做的鲸鱼很小 所以把颜值对半剪开了 分成两组 先做出眼睛 鱼的眼睛里边是黑色的 外面有一点白 最外边的就是鲸鱼橙色的皮肤了 所以由老师要先卷出黑色的眼珠 沾上胶水 再卷上白色的颜值 最后就是鲸鱼橙色的皮肤了 粘紧了以后把它放在一边 用同样的步骤做出第二只眼睛 下面就是鱼鳍的部分了 鱼鳍也是对称的 于是老师这里可以用到我们刚才学习的星形卷 做星形卷要先把颜值对半折一下 然后往里边卷 因为老师要的鱼鳍是小小的 所以在卷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涂白乳胶将颜值粘成圆形了 另一边也是这样哦 接着就是鱼的身体了 鱼的身体造型是比较大的 到尾巴的时候比较窄 于是老师选了一条长长的颜值 做出一个水滴犬等小鲸鱼的身体 接着就是鲸鱼的尾巴了 尾巴大大的很飘逸呢 那尤老师呢就用叶子形的颜值犬 把鱼尾巴做好 上面也有一个 那中间的尾巴呢 会比较长一些 尤老师要用到两条颜值 拼起了 小朋友们也可以尝试拼件 不一样的颜色颜值哦 如果里面卷好的形状不能自由松开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手去拨它一下 每一个部分的造型都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鲸鱼摆到白纸上面去了 哇哦 好可爱呀 有老师觉得可以做一些小鲸鱼吐出来的泡泡 这些泡泡呢 是大小不一的呢 是不是很生动呢 河里边还会有什么呢 嗯 对了 就是小鲸鱼吃的水澡呢 我们还可以在比较空的地方 加一些生活在水里边的柔软的水澡 找好画面中要贴的地方 桌上浇水 再把水澡贴上去 有一些比较细的地方 可以用颜值笔 把它稍微压一下 定一下形 这里的话 家长可以帮帮一下哦 现在还可以给水澡做一些叶子形状的装饰 看起来更加丰富了呢 也可以做出形状不一样的水澡 矮一些的 细一些的 都是可以的 瞧 现在一个小鲸鱼和它在的场景都做好了呢 小鱼儿在水里边边吃水澡边吃泡泡 是不是做起来既简单又漂亮呢 鱼儿老师还做了一只小喵咪哦 喵喵 喵喵 好可爱呀 这里还有蝴蝶 善热葵 大家喜不喜欢呢 现在小朋友们也可以动手尝试创作了 哇 是不是很可爱呢 那老师也期待小朋友们的作品哦 我们下一节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